李寧这几天都是有资金的流入 在走势方面来说 属于见到高位之后 然后回调 现在应该是一个反弹的形式 至于这个反弹 能不能弹穿到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这是有待观察 在日线图上面 你见到它也试 如果试着保利加通道是中族 这个是日线图上面 在这上面它一定需要 这个中族这里我们需要它真的要企算 就升穿了去到守起八十四个几之上 就是这些位置 如果你守不了八十四个几 就比较困难 它会跌回到下面这些 就市值七十几元 现在的李寧来说 它接近几年的盈利增长 就是一个三毛八 一个七毛二 和两个一毛六 增长是有的 是25%和26%左右 是不足的 但是由于真的的而且确 如果我看过月线图来说 你看到了 李寧已经是升了很多 如果在这点作为了横向整固 是绝对不奇怪的事 那有货朋友可以继续持住它 那如果没有货的话 我就觉得真的要升穿这些阻力位 才可以去买了 那接近几年的盈利 你能看到它 就是应该是 五个赚 五个三毛三 六个六毛半 和七个九毛二 那应该都是OK的